各位觀眾好 我是聶寶 寶可夢大集結在Switch上市已經兩天了 聶寶也玩到了20等來教一些比較基本的東西 那首先的話這遊戲的課金按下 plus 鍵購買 上面那一排的優惠寶石我都建議課一遍 那如果你真的有餘力的話 那可以選擇課最貴的一萬兩千日元 台幣大概是三千塊左右 那可以讓你有一個比較優質的遊戲體驗 那這遊戲的寶石可以拿來幹嘛 首先呢是來買角色 角色的話大概是300到400 甚至有到500的 像是烈雕露沙拉 忍蛙這些都比較貴 那假如說你原本已經有了這個角色 系統透過任務再送你一隻這個角色的話 那它會直接退給你金幣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你花了寶石去購買一個英雄 那如果你再獲到系統贈送的話 那也不用擔心 你可以再拿金幣去購買其他東西 買裝備啦或者是再買其他的角色也可以 那再來是第二個呢是我們的實裝的部分 實裝的話只有在自己的組畫面 或者在對戰的時候呢 對手在讀取畫面點取你的畫面的時候 可以看到你的訓練家本人 當然這也是自己看得比較開心的 像這套的話我個人覺得蠻好看的 烈劍鷹套裝 有點給我竹籃的FU啦 好 再來是介紹比較重要的部分了 就是我們的道具 沒錯這遊戲的道具呢 你可以透過第一個金幣 或者是第二個票券做購買 那不同的道具一場可以帶三個 隨著你的角色有了不同的特性的話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裝備 像是坦克呢我就推薦凹凸頭盔 然後再來是輔助呢可以帶血跡裝置 因為它可以讓自己的經驗值呢 分給你的主C 或者像是你的閃營王牌啦 或者是你想養的噴火龍之類的 那像是成功得分可以獲得額外 特攻攻擊的道具 比較像是疊血球 那如果你可以確保你每場都是順風的話 那你都可以帶 但我覺得這些是比較偏弱的東西 反而這個得分護具在Rank上面有人用 我覺得是蠻微妙的東西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救援屏障呢給大絕有護盾的寶可夢做使用 很強 一樣輔助 然後輕蝕呢 是這遊戲非常強的東西 脫離戰鬥的時候 也意味著你在沒有戰鬥的時候呢 你就會提高速度 開局的時候也會加跑速 然後當你把輕蝕升到20等的時候呢 額外跑速加20% 相當於你在low裡面免費拿到一個武術血 真的很強 那另外它的附屬性呢是加攻擊力 所以無論是任何角色 就是 就算是你的招式吃特攻 你也會用普攻打人嘛對不對 加攻擊 這個已經點爆了 那假如說你的大絕是比較強悍的角色呢 你可以選擇能量專武器 它會讓你的大絕轉比較快 再來是氣式頭戴 適合你被充牌的軟皮 或者是坦克 像是卡比獸啦 那個寄居蟹啦這些 坦克都可以有 都可以帶 然後如果你是江拱 負責打箭頭位的 你也可以帶 如果你是梗鬼 衝進去送頭的 你也可以帶 反正這個就是很適合 它的附屬性是加特防 雙防 眼鏡呢是給特攻的角色 這遊戲有很多角色 你會分不清楚它是 吃物攻還是吃特攻 那這些的話 巴哈姆特有一個連結 上面都有做介紹 那大致講一下 如果我說一個寶可夢 它會土湯湯水水的 像是古月鳥 會衝浪 那些是走特攻 那如果一個角色 都是用拳頭打人 像怪力、路卡利歐 那就全吃物攻 那只有一個角色比較特別的 就是傑拉歐拉 它全部吃物攻 可是它是噴電的 嗯 這個就很微妙 烈劍一也是很多招式都是火的 它是吃物攻 嗯 好 再來看一下 被當至零 招式命中的時候回復HP 隨著你的特攻越高的話 回復的越多 所以比較適合給像是皮卡丘啦 或者是九尾這種走特攻的角色 在線上poke可以持續補血 焦點鏡的話 目前我只給閃營網盤用 因為它是可以增加你的暴擊的傷害 也是蠻可怕的 喔 力量頭帶 也是TS的 只要它是物攻類型的角色呢 你可以給它物理攻擊還有物理攻速 目前我看到生版的數值是7.5% 很可怕 好 那這個道具是拿來強化你的裝備的 好 那這個的話你可以用票券買 當你沒有票券的時候呢 它會用寶石直接補 所以如果你真的 很想把你的裝備升滿 升到20等 那你可以一直花你的寶石去買買買買買買 買爆 這是比較盤的做法 那再來教一下要怎麼升級道具 那這個下面的話是我們的造型 這邊先不看了 按下X眼 第三個選項 然後下面有一個持有物 然後在下面呢會有你的持有物一覽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裝備哪些需要升級的 像我假如說要升貝殼之靈 那我這邊就可以花槍斷營的寶石 不過20等到30等之間呢非常的貴 所以每一次點都要100以上 反而呢你去點一些像是這個吃剩的東西 只要3塊啦 10塊啦 點到10等是蠻簡單的 所以 優先把所有的東西點到20等 然後再依據你專精的角色 去把你的東西點滿 像我頭帶 氣勢的頭巾 這兩個我都優先滿 然後輕時尾是滿的 你看它這邊加攻擊 還有加移動速度 太可怕了 那如果你是坦克的話 你可以選擇讓凹凸頭巾也滿 讓你的坦度呢變得非常可怕 嗯很嚇人 好這些的話都是農可以用到的東西喔 所以這些就是慢慢來就好了 那再來教一下一些額外的設定 目前操作設定的話我認為只要動幾個就好了 像是這個鎖定模式 要改成進階 因為我們在寶可夢玩前期的時候呢 會搶第一攤的野怪 那如果你按A 就是右邊這顆 你攻擊的話 你會右先打人 那假如是野怪殘血的話會對手搜走 所以按B不管是你在前期搶野怪 或是在後期搶閃電鳥都格外的重要 所以A跟B都一定要選擇 那另外還有一個鎖定頭像的部分 你可以用右類筆去鎖定畫面上的角色 這個的話如果你是玩到很專精的 你可以選擇把它打開 感覺也是滿可怕的 目前的話我認為只要動這個就好了 好那再來是看一下海洋榜的部分 因為現在我昨天是有上前百啦 那這邊的話掉了兩百多名 現在的話目前最高階級是來到了大師階級 也是滿可怕的 所以目前精英的話算是這遊戲的白金 然後專家的話是這遊戲的鑽石 那接著的話上大師之後就不會掉分了 就是你永遠會卡在大師這個階級 所以算是對蠻不錯的一個選擇啦 哇現在第一米已經來到 那是一萬分嗎 一千多分 要嚇我也是滿厲害的 再來是我們計票的部分 計票的部分 我這邊已經刷完了 因為我把它全買滿 計票的部分呢你可以買 一樣是你可以花石頭去把它升到底 或者是你慢慢弄 那因為我想要皮卡丘那個造型 加上閃營王牌的造型 所以我選擇弄滿 那就算你通行證滿了之後呢 也會獲得一個寶箱 那可以開啟一些道具 所以就算你把通行證搞滿 也不會覺得很虧 因為你可以拿到額外的東西也不錯 所以算是給大家一個建議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一個教學 那目前呢玩家還是優先把這個 召喚師技能呢拿到了11等 獲得閃現之後 再去拿五個角色去打rank 會比較實在 那rank呢你可以選擇一二三五排 但不能四排 所以建議玩家還是找滿隊友再上 或者是盡量雙排到三排 因為這遊戲非常吃團隊 只要一波閃電鳥會這樣打輸了 遊戲就算結束了 蠻可怕的 好了我是尼寶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